《赵氏孤儿》是一部著名的历史剧,与《斗鹅渊》、《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中国古典四大悲剧,后被改编为京剧、潮剧、琴腔、话剧、玉剧、乐剧、禁剧等剧目,近些年又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可谓家喻户晓、妇如皆知。 然而,《赵氏孤儿》的历史真相,与影视文学作品所演绎的情节,有着相当大的出入,可谓大相径庭。 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涕,以人为敬,可以宁得诗,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按照史记记载,图案古灭赵氏的理由,起源于当年的赵顿氏军一案。 赵顿由于跟晋陵宫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晋陵宫几次对赵顿下杀手,赵顿惊恐之下出逃晋国,后来赵顿的堂弟赵川试杀昏君晋陵宫,赵顿重新回国,盈利晋成功继位。 晋景宫集位后,图案甲向晋景宫提出,当年赵顿氏军,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必须得到惩处。 赵顿虽然不在世了,但是他的子孙依然显赫于朝堂,应该诛杀掉他们。 后来,图案谷在没有得到晋景宫的同意情况下,擅自发兵下宫,诛杀了包括赵硕、赵童、赵阔、赵英在内的赵氏三百余口。 赵氏唯一的遗孤赵武,当时随母亲赵庄基正在宫中躲过了屠杀。 表面上看,这一起案件的罪魁祸首就是图案谷,他为了与赵氏争夺朝政掌控权,对赵氏一族采取了灭门的残忍手段。 不过,以赵氏在晋国的地位,谁能做到对赵氏灭门,除了国君,没有任何人有这个实力,何况图案甲只是个普通的大夫。 赵氏自赵衰追随晋文公发迹后,成为晋国六卿之一,又经过赵顿二十余年经营,赵氏已经发展成晋国势力最强大清氏。 晋国六卿是掌握军队的,图案甲不是清氏势力,除非他有孙悟空拔根毫毛就能变成兵的本领,否则他给赵氏擦鞋都不够格。 所以,所谓图案谷不经请示,擅自对赵氏发兵,纯粹是混淆视听,唯一有能力对赵氏动手的就是晋景宫,而且还得以他的身份,寻求其他清氏势力的支持才可以。 因此,图案甲灭赵氏根本不可信,赵氏灭门的背后一定是晋景宫和其他政治势力,图案谷只是用来掩盖真相的幌子。 赵氏孤儿按历史真相回放,图案甲是虚构人物。 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正史有时候也不可靠,史记中的图案甲就是个虚构的人物。 根据其他史料的考证,史学家提出,图案谷的身份可疑,此人的事迹不连贯,史料中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能跟他挂上钩,而且后来还莫名其妙地消失在史料中了。 种种迹象表明,图案甲根本就是虚构的。 既然罪魁祸首都是假的,那么赵氏孤儿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事件的起因,恰恰是由民间传说中,那个刚烈的女子赵庄基引起。 赵庄基是晋城宫的女儿,晋景宫的姐妹,赵硕的妻子,赵硕英年早逝,不甘寂寞的赵庄基与叔叔赵英发生奸情。 这件事传出来后,引起舆论的谴责,成为当时笑谈,让赵氏一族蒙羞,当时的宗主是赵阔。 赵阔和他的哥哥赵童,为了平息这个负面影响,将童母弟弟赵英驱逐到齐国。 因为这件事,赵庄基对赵阔、赵童兄弟怀恨在心,于是赵庄基跑到宫中,向晋景宫告状,说赵氏兄弟准备谋反,晋景宫将信将疑。 赵来六卿中的另一位重臣鸾叔,鸾叔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句,也许有吧。 你问问,蜥蜴就知道了。 蜥蜴也是六卿之一,他心领神会地告诉晋景宫,赵氏谋反是真的,于是晋景宫下令,由鸾叔、蜥蜴为首,率领其他对赵氏有仇恨的贵族武装,发动了著名的下宫之变,赵氏一族被灭门,仅剩墙堡中的赵朔之子赵武。 这就是真实的赵氏孤儿案,根本没有图案骨存在,事件由赵庄基告状引起,由晋景宫批准,鸾氏和西氏领头,针对赵氏的一起灭门案。 下宫之乱,表面看上去一场因为偷情引发的政治血案,但从根本上来看。 这里面掺杂着太多的利益纠葛,王权与项权的争夺,士族与士族之间的你争我斗,士族内部权力的竞争,似乎每一方都在借助对手借刀杀人,巩固自己的势力,确确实实地给我们上演一出春秋版的无间道。 同时,此次平乱,是晋国公事在对振青氏家族中取得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胜利,使得晋国公事彻底摆脱了赵氏一族四十多年来对晋国政治的垄断。 但是,一个家族的落寞,就代表着另一个家族的崛起,此后,晋楚又爆发燕陵之战,晋国国内出现三系之乱。 鸾叔不得以杀晋力公,另立孙周为晋军,视为晋道公。 晋国自文公以后,又一位文韬武略,战功赫赫,九和诸侯的爵士之君,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后世史学家认为,左传更贴近历史,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和赵家没有任何关系,没必要伪造历史。 为什么司马迁杜撰出了赵氏孤儿呢?其实也不是司马迁这样做的。 司马迁收集的资料来源于赵家家谱,赵家后人撰写家谱,故意隐瞒了赵庄基和书工乱伦这件事,虚构出了图案股,把责任推给了图案股。 如果赵家后人据实写,赵武可能是赵庄基和赵英的私生子。 鉴于此,赵家后人杜撰出了赵氏孤儿,司马迁没有加以甄别,就把赵氏孤儿写进了史记,这就为后人增添了困惑。 到目前,人们依然争论不休,不过随着考古的深入研究,真实的历史面目终究会浮出水面。 史记,赵氏家所谓赵氏孤儿之说,虚构的成分很多。 其一,所谓赵氏姨父的史识不足为信,史记对赵硕着笔不多,但赵顿死后,赵硕承袭了他的职位,近景工三年。 赵硕以下军统帅的身份与楚国作战,其政治地位仍高于赵同、赵阔、赵英兄弟。 此后,史料对赵氏家族的记载中便没有了他的消息,可能是英年早逝吧。 而后,这才有赵英与庄姬通奸的说法,照此时间间隔推理,仅供十七年,庄姬不可能怀有赵硕的遗父,而另据左传记载, 六月,近讨赵同、赵阔,武从姬氏处于公公,国语近于久,一称赵武从姬氏于公公,可见,下宫之难时赵武年幼,跟随母亲依旧父,近景工而居,如此说来。 搜姑旧姑以及公孙楚旧,成英的相关记载也就不足为信了。 其二,史记关于赵氏被灭族的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近景工三年,即前597年,互相矛盾,同出于司马迁之首的近世家,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均明确记载,该事件发生在近景工17年,前583年,左传的相关记载也与此相同。 近景工三年之后的许多历史事件,赵氏多有参与,如近景工六年,近侯使赵同献敌浮渝州,鲁成公五年,前586年。 赵英与庄基通奸,被赵阔、赵同兄弟放逐,近景工十二年,前588年,近使之六庆,赵阔、赵瞻皆为亲,由此推断,下宫之难不可能发生于近景工三年。 左传记载,赵氏被灭族,起因于庄基与赵英通奸,庄基赠于近侯,故赵氏被灭。 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之时,由于高后的缘故,本着为尊者会,为贤者会,为亲者会的原则。 史记中,所有关于奸情的事件,一律不济,只好重新编写赵氏家这段故事,而成一家之言,对比汉书。 即可了然 从史记,赵氏家和史记,近世家,我们就能看出。 两者关于赵氏孤儿案的记载有以下几点不同。 首先身为赵氏孤儿的赵武,在变乱中根本就没有被追杀,这也就不存在成因。 公孙楚旧,这些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其次对于这场变乱的时间也有差别。 近世家中记载故事发生在近景宫十七年,公元前五百九十三,而赵氏家记载在近景宫三年,公元前五百九十七,相比较来说近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 因为在近景宫三年后,左传和史记,近世家中尚有不少赵阔等人申与军政要务的记载,最后便是近景宫中灭的并不是赵氏全族,而仅仅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童,赵阔家族,赵氏其他宗族则不受任何牵连。 对于史记中关于赵氏孤儿案的不同记载,司马迁不可能察觉不到这其中的漏洞。 那么,为什么在同一部史记当中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呢? 我个人认为,司马迁不可能察觉不到这其中的漏洞。 司马迁这样做是有意为之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在近世家中保留下左传记载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而在赵氏家中,又向我们传达出赵氏崛起是天命所归的社会认同。 而他这么操作,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世人们以一种强烈的暗示,历史的的确确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则往往是残缺的。 乃至于歪曲的,后世的人们可要有所警惕,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始终拥有清醒的头脑。 不轻信,不盲从,才能从类似赵氏孤儿一类的神话迷惑中求得解放,实现超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